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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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快把衣服穿上啊 让左林右手的看你什么样子 走走走走走走走我管理出头让人笑 这个男人名叫肥猫是方圆史里有名的好男人 在外挣钱养家在家听老婆话 初德听堂下的厨房在家里那是没有一点地位可言 老婆说家里要盖房子肥猫就拿出全部积蓄帮老丈人盖了整整六套房 就这小美还是三天两头跟她吵 她的母亲知道而媳妇小美的厉害 所以从不和她们住在一起 但只要没事就会来店里帮忙 这天是两人的结婚纪念日 肥猫就提前回家想要给她一个惊喜 谁知刚进门就看到了隔壁老王 但她并没有找小美麻烦 反而反思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够好 但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 于是她给母亲打了电话 让她帮忙照顾女儿 随后她买了一份炒面 吃完后又买了两个冰淇淋 之前小美一直嫌弃她胖 所以她已经很久没吃过这些了 她在街上晃荡了整整一天 却不敢回家面对小美 晚上她第一次来到舞厅喝酒 这是一个卷发女人坐了过来 当她看到肥猫骨囊囊的钱包后 立马对她来的兴趣 在她有意无意的引导下 肥猫说出了自己的委屈 从结婚那天开始 我的两只眼睛 瞄都没有瞄过别的女人 赚回来的钱全都交给她了 晚上我想摸她都不行 碰她都不敢碰 居然会有这种大笨蛋啊 那个笨蛋就是我啊 我就是那么笨 然而当卷发妹指责小美时 胖子又说一定是自己的问题 我这个人很讨厌像木头一样 又不够浪漫 老爱睡觉 你也知道胖子可能天生那个胖乎乎的 什么什么什么 你干脆说嘛 要胖要快 所以她觉得是因为这些原因 小美才和老王做男闺蜜的 你是不是男人呢 你不生气啊 卷发妹看她太过窝囊 就问她想不想收拾小美 喝得晕乎乎的肥猫当即同意了 卷发妹也不客气 直接从钱包里拿了五千块 没一会儿她就带了个眼镜拿回来 但肥猫已经离开了 随后两人在巷子里找到了她 眼镜拿为了感谢小美介绍生意 直接又给了她五千块 老兄 你想怎么样 帮我摆平他们 一定要摆平他们 真的摆平他 摆平他们 两人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达成协议 眼镜拿自觉地拿走了三万块 还找到了小美的照片和家庭住址 当肥猫被冻醒后 看着自己空别的钱包 她也没想太多 然而当她回家后 却发现隔壁老王还在家里 谢谢大家